互联网是什么? 相信在座的各位每天多多少少都会使用互联网。 我们经常都会用手机电脑来查看信息、娱乐新闻、学习教材等等。 但是,虽然许多人都非常了解如何使用互联网, 很多人还是对互联网背后的操作感到十分迷茫。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2015年报道, 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在一年的时间里从7.38亿涨到了30亿。 而澳大利亚统计局的2016年调查成果显示了澳洲人口85%以上, 每星期都会和互联网有所互动。 可是,一人计计的是,在这30亿的互联网用户者当中, 许多专家都认为真正了解互联网背后机构的人数超不过3亿。 也就是说,90%以上的互联网用户者,包括在座的各位, 对互联网背后的操作缺乏深度的了解。 大部分的互联网使用者都会把互联网想象成一种在空间由成千上万的无形电波造成的神通广大的一种能量。 其实,互联网根本就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接下来,让我们研究,互联网到底是如何为地球这30亿人机构服务的。 互联网其实是一条埋在地里的铁石。 当两台电脑同时和这个铁石连接上时, 它们将会拥有和对方沟通的能力。 互联网铁石有直接联络的硬件,叫做服务区。 而你常常用来追明星的微博网页, 就是某一个服务区硬件盘上保存的网页之一。 每一个服务区都会拥有自己独特的数据地址。 就如同你我都有住址一样, 来帮助它们的用户者能简单成功地找到它们想要找到的网页。 这种数据地址也有一个技术名称,叫做IP地址。 每一个IP地址都是由数据造成的, 如72.14.205.100,就是Google的IP地址。 但为了避免混乱, 每个数据也会有一个佩戴的网页名, 如www.google.com。 在此,我需要澄清一下各位在家所用的电脑和手机都不会被定为服务区, 因为它们和互联铁师缺少直接联络关系。 我们管各位所用的手提电脑和手机叫做客户。 客户们需要通过一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来和互联铁师连接。 因此,很多时候你的手机或者电脑所谓的调网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所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出了连接问题。 通过这次简单的介绍, 恭喜你已经差不多了解了互联网大部分的背后操作原理。 在现代的工作环境里, 你我都应该察觉得到互联网的工作的重要性。 当你能顺利地完完整整地掌握互联网的一些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一定会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两方面都起作用。 除此以外, 关于IT部门的工作机会也一直在增长, 所以现代的学生和青少年都应该考虑向科技和未来的方向走。 所以互联网不仅仅是20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 它还是一个给成千上万人口带来工作、教育、娱乐和希望的铁丝。 对于21世纪的我们, 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条埋在地底下的一种神秘力量。 它每时每刻都围绕在我们身边, 而我们的生活也静静地离不开它。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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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